足够是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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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首府華盛頓 也看見了非裔人口 聚集在奈吉利亞駐美國大使館前 因為非裔民眾抗議 奈吉利亞政府根本毫無作為 任憑女孩們消失一個多月 我們可以支援你 那些人在美國想支援你 但請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做 要支援他們的努力嗎 要交談 要交談和這些人 你們知道這些女孩可以被殺 這些女孩可以被殺 這些女孩可以被殺到 這些女孩可以被殺到 想像是你們的女孩 他們是我們的女孩 他們是我們的女孩 媽媽們批評奈吉利亞政府 竟然忍受伊斯蘭民兵 伯科聖地組織 公開說真主阿拉要把女孩賣掉 就這樣把女孩帶走了 民眾要求奈吉利亞政府 有更積極的作為 事實上奈吉利亞總統 在事發後曾經保證 一定會把女孩找回來 也一度表示政府軍 已經掌握有效的中間人 取得重要的線索 不過一直到五月初 還沒有更具體的結果 我們希望能夠 所有這些女孩都會 一定會被殺 一件好好的事 我會很開心 我相信很多的 是有關於 有關於 那些女孩的故事 有關於 任何人被殺 或死亡 或死亡 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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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parents and the relatives and of course the guidance of these girls we are all fathers of mothers if your daughter of school age these are two words to write the secondary school terminal exams so there are people from about 17 to 18 years old and they are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it is traumatizing it is quite painful but let us reassure them that will get the daughters out 总统总是信心喊话 不过到现在甚至还没有跟绑匪展开谈判 we have not seen so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somebody who has not own even the Boko Haram the supposed president I have not come to tellNagileas I'm not aware that we did the kidnap thing so the issue of negotiation 正当奈及利亚人开始批评政府做得不够 总统的妻子第一夫人邀请几位官夫人 共同主持了一场针对失踪女孩召开的会议 不过当得知女孩们的老师跟当地的代表 并没有出席 第一夫人有了激动的表现 now the first lady is calling you come I want to help you come to find your child your missing child will you keep quiet child child there is God there is God the blood we are sharing there is God th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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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God and now they have kidnapped some you now go and move the remaining one to a safer place my brother you have a lot to answe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this 奈及利亚政府制作了一段救援少女的宣传广告 it's up to us all of us the safety of our community 官方制作的宣导短片 要人民跟警方站在一起 the police need our help and support 政府強調沒有懈怠要人民冷靜 但就在第一夫人召開的會議之後 很快的政府就逮捕了一名曾經批判政府 救人不利的示威抗議者 這就像提火交遊 人民對政府更加不滿 雖然政府隨後就釋放這位媽媽 說只是進行短暫的面談 第一夫人也否認下令逮捕這位媽媽 認為而是希望媽媽們可以趕快回家 伊斯蘭總之Boko Haram綁架了年輕的女孩 背後有強烈反殖民的意圖 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表達立場 表示反恐怖主義的行為 強調美國會以提供情報的方式 協助奈及利亞救援遭綁架的年輕女孩 但大非洲地區遭遇的不只 來自歐美各國的政治力的影響 還包括各式各樣的開發 殖民跟統治 對立衝突的情節由來已久 但對媽媽們來說 現在相當痛苦也很無助 完全沒有任何救援的資源的媽媽 也還是只能不斷地要求政府 必須更積極地把自己的孩子救出來 奈及利亞政府公開向美國喊話 尋求支援 但常年遭不同殖民政權侵奪的 非洲大陸早已四分五裂 人民出現不同的政治信仰 宗教信仰 資源分配不均 現在年輕的女孩被綁架 成為激進的伊斯蘭民兵 抗議西方世界的犧牲者 而這些奈及利亞的媽媽們 在今年度過的 是失去女兒的心碎的母親節 記者Glas Garo 簡理報導